又到了一年就被父母吹混的时候了 那么你知道你家猫咪不是如何吹你 问了吗 对 猫咪可比人的幼儿还神经多了 它们会自己吹你给它找对象 也可以叫发情 具体的表现为 晚上晚上吵吵吵吵吵吵吵 所以又不是人心情反照 当然 公猫和母猫的吹吵行为也略有区别 因为发情会翘起屁股 后脚不停踏步 每日没夜的吵叫 公猫发情会到处乱尿 让你的家里充满了味道 而且每当他们发情的时候 都会做出一些奇葩行为 有的猫会变得爱撒娇 翘起屁股 到处求儒求亲求猫猫 有的猫会变得性格暴躁 喜欢对主人发动无耻偷袭 真正莫名其妙 给你一口 但无意外的是 此刻它们追求爱情和心仰 都会变得异常强烈 比起人类幼爽的各种恐婚行为 猫咪对爱情和追求 那就一个奋不顾身啦 经常有发情期的猫咪为了追求幸福 从百米高楼一跃而下 从这里残存的留下养毛必须疯疮的传说 因为猫咪为了找到够下 发起期间偷摸出门 一去不返 然后像薛老虽一样 从一时为了融入到在垃圾桶里挖野菜 而且猫咪要吹起婚来呀 那叫一个准时哟 猫咪回到6到4个月大 就开始吹婚了 而且每年吹两次 一次吹十天 那是恨不得你把他早饮嫁出去 那叫一个急哟 什么 你先给他绝育 减少他发生期的痛苦和抑郁烦躁 诶 先别急着绝育 先把他给你的父母压压压 让他们体会一下被吹婚的快乐吧 nice